那么应该说呢 今天广东队呢 是这个赛季第二次啊 在惠州呢 这个主场来进行自己的冰超的比赛 那么在此前的九轮的比赛当中 广东队呢 一轮轮空 其余的八场的比赛是三胜五负 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六位 那么今天呢 广东队将要面对的这个对手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 上海队呢 在前面也是打了八轮的比赛 是取得了七胜一负的战绩 现在呢 是排在积分榜首的位置 而且呢 目前在成绩上面 只有这个宁波队能够和上海队呢 是形成一个相停抗衡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说呢 作为也是今年拼超的一个夺冠的热门的球队 今天的这场比赛 广东队呢 在主场肯定是要面临一场苦战 那么我们稍后呢 首先看到双方的首场的单打比赛 广东队是派出了我们的外援奥乔洛夫 这位在去年伦敦奥运会当中呢 获得了男子单打第三名 也就是季军的这个德国运动员 他也是德国的二号 德国的一号 大家都知道是波尔 但是 确实去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奥乔洛夫确实发挥的不错 能打到拿个铜牌的话呢 应该说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 应该是一个新的辉煌了 没错 哈希洛夫 我们知道 他是出生在乌克兰 而且呢 是出生在一个乒乓球世家 父亲母亲呢 都是从事这个乒乓球运动 所以从小呢 是受到非常良好 而且专业的训练 应该说有这个基因 是 这父母都从事这个事业的话呢 对 多多少少对这个小孩来说呢 应该都会有一点影响 这边我们看到的 这是上海金面持他们的主教练 习敏杰 对 习敏杰指导 应该说呢 这边我们看到 王冬陈静的主教练王菲指导 应该说现在呢 上海队今天的比赛 尚坤 是出来打第一场 这对他来说呢 同样也是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毕竟面对的是奥运会的冀军得主 那两个人呢 之前在这个 平昌比赛当中的一个胜率也好 或者说这个比赛的成绩也好 是比较接近的 奥加洛夫呢 是七胜两负 尚坤是九胜四负 这是他们的一个本赛季的表现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海队呢 应该说 从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整个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对 现在七胜一负 包括他们的绝对主力 黄丽勤啊 许昕啊 这些大家都 各位球迷都应该都非常了解他们 是 可能尚坤呢 应该尚坤是在上海队应该是 呃 三号主力吧 呃 因为可能是 最近这 呃 一两年 黄丽勤呢 可能就是说呢 稍微慢慢慢慢的就会淡出这个 呃 主力 这个主力圈 但是他呢 现在 包括在这个 冰超联赛当中呢 他肯定是要担当起这个 呃 扛起这个队伍的这一个 中流砥柱的这个 呃 这个责任 呃 所以说呢 对他来说呢 呃 呃 呃 包括尚坤 呃 确实是上海 最近这几年冒出了一个比较呃 呃 优秀的一名呃 呃 运动员 除了取信以外 这基本上就是第三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看到阿西洛夫 标志性的 这个下蹲式的发球 呃 也有称作潜水艇式 嗯 而且他是这个正反胎 轮流的用这样的下蹲式发球 嗯 因为他毕竟个子比较高 是啊 所以他对他的发球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难向 呵 啊 2.2 因为他的个子基本上跟那个 原来那个 沙姆索洛夫差不多 对啊 应该都 都是 都是那个 原来 呃 沙姆索洛夫是白俄罗斯的 对 是白俄罗斯 他是乌克兰的 都是前苏联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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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他个子都比较高 在欧洲人 基本上他的身材特点啊 都基本上 所以 相对来说 在近台 他这个灵活性呢 会比我们中国 呃 包括亚洲的这些选手呢 相对会说 灵活性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是 但是他的中台实力啊 等等这些 能力啊 这种 这种对抗啊 肯定会比亚洲选手要 稍微要强 现在第一局的比赛 沙姆洛夫的发球 2比4 好 嗯 3比4 确实他发球很有特点 对啊 他基本上都是 呃 你看他基本上每 发的球呢 基本上的位置 每个球 基本上站的位置都不同 啊 所以发过来的话呢 你基本上你 都琢磨不到他 啊 琢磨不到他的整个 发球的这个套路啊 或者发的落点 它变化也比较多 啊 虽然是蹲的比较低 但是你一接不好 他的发球抢落 确实是 呃 表现得不错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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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 从今年开始的话呢 这个 外援的人数确实是少了 嗯 比往年的 要少 呃 哦 因为这 这两年 今年 可能去年的话呢 因为整个冰超的话呢 它会 呃 因为不涉及到升降 所以各个俱乐部呢 基本上 就是说呢 呃 都没有说 呃 花很大的资金去引进这些外援 啊 基本上 加上今年呢 基本上也都是全会年 啊 所以各个队伍各个省 基本上都是 呃 重点都放在 呃 本土 自己省的球员的身上去进行一些培养啊 或者是一些 全会之前的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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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这些呃 呃 备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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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他两个之前可能都没交过手 没有什么直接对面对碰的机会啊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之前没有交锋过的话呢 因为他们毕竟第一局开局的话 而且还是第一场球 基本上第一局基本大家都在摸底 基本上摸得摸底对方大概像尚昆他就摸 这个奥沙洛夫到底他的发球的旋转 对 到底是怎么一个套路啊 对 他的旋转到底有多强 他的反手能力强还是正手能力强等等这些 他基本上在第一级他就要去摸 这个球我们看到上空接得很漂亮 对 奥沙洛夫接下来这一板的这个发球的抢攻 没有处理好 9比7 好的 看到上昆这边正手的进攻的能力相当不错 第一局比赛是11比7 上海队的上昆先胜了一局 请在座观众关闭相机散光灯 闻民加油 闻民观世代 谢谢大家的配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在场边的王立琴还兼任教练的一个角色 给小师弟指导一下 尚坤是90年出生 正好比王立琴是小了 我们用中国话说的是 中国人说法是一旬 就是12年 两个人应该是同个生肖的 毕竟王立琴确实是上海队的中流砥柱 毕竟他能在亲自的能够指点的话差得很远 毕竟他的临场肯定会经验很丰富 他知道基本上也知道奥沙洛夫的缺点和优点在哪一块 我们看到奥沙洛夫他的反手 今天同样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他这个反手的进攻能力非常强 相反他的这个正手 今天其实并没有在进攻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坚决 更多的正手是对节奏和落点的一个控制和变化 在调整 因为可能今天奥沙洛夫他本身也就是说呢 打左手对左手类型的话呢 他可能应该说还不是特别的适应 打左手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现在从第一局的观察 包括他的前三百揭发球 这些几个环节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的突出的 这一些他自己的特点 去跟这些左手进行一些抗衡 基本上尚洛夫在发球这个环节上 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基本上现在都在尚洛夫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包括的接发球接奥沙洛夫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奥沙洛夫的直接抢攻都很少 现在发挥不出来 因为他肯定作为尚洛夫来说 他肯定要尽量去避免跟奥沙洛夫 形成这个中远台的这种对抗 或者这种实力的直接对抗 毕竟力量跟旋转你都肯定会比奥沙洛夫要差 肯定他都是要在前三板上解决战斗 所以看见奥沙洛夫接尚洛夫的发球 确实接得不好 确实是尚洛夫基本上在发球这个环节 一发球基本上都可以直接进行抢攻 这就看他这个得分的把握 能不能把握得好 把握得好的话呢 还是尚洛夫还是基本上把握着这整个主动的 现在换到了奥沙洛夫的发球3比5 在第二局当中落后2分 这一轮奥沙洛夫的发球就很关键了 还是招牌式的发球 还是到关键的时候或者困难的时候 他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反手这个发球 是两个人其实对对方的发球都不是太适应 这两个发球奥沙洛夫都是成功得分 很关键的这两分 依然是利用发球给自己创造出了抢攻的机会 对 六五五 又是发球 嗯 这解发球这个环节确实是除了现在他基本上就只能用反手 拧拉或者是用反手的摆 戳摆等等 这就是这个正手确实很少 一旦拧不住的话呢 这球确实是很被动 对 就算拧过去他这个球确实是很勉强 拧过去质量不高 尚昆如果能盯得住 你看就是这个球 如果尚昆能盯得住的话呢 确实奥沙洛夫也比较下风 现在来到五比七 双方在自己的这个发球环节当中 都是能够占得先机的 那么奥沙洛夫的发球就很关键 对了 这必须就是说呢 他本身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你都拿得不到分的话呢 肯定要靠自己的发球这个环这一轮 这一轮的话一定要把握好 稍微就是说呢 你自己想的不好 或者你看 就这个球 出现这样的失误 那整个的这个形式又不一样了 对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8比6 尚昆领先2分 而且呢 接下来两个尚昆的发球 对 那么本身呢 你接发球就很被动 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毕竟还是打左手还是套路还是比较少 有 8比7 那路子现在包括他的整个揭发球这个环节还是看起来是比较窄 就基本上就拧跟那个摆 他没有就批长 等等这几个环 结合起来 就是现在结合起来还是比较少 也没有形成他的这个优势 那可能毕竟他可能就是说对左手的线路 确实是感觉很 他自己可能会感觉很别扭 是 就上昆就是有一个上手的动作拉过来 他也感觉可能会比较难受 所以他在整个发球的 接发球这个环节确实放不开 哦 哦 这一球 运气 站在了奥晓洛夫这一边 哎 好的 上昆这个球接发球 胆子很大 嗯 其实上昆 这状态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该上台的球基本上都保 比较正常的 都比较正常的发挥 哎 确实整个人的状态都保持的不错 嗯 好的漂亮 这个就是奥晓洛夫的强项 是 一旦要形成开这种 嗯 拉开了 对 对 摆开正式来拉开这种 这种对抗的话呢 呃 才是奥晓洛夫的强项 没错 嗯 今天感觉前两局 他是被对手有点限制住了 对 没有发挥出来 你整个 毕竟他的整个接发球这个环节 确实是处理的不好 嗯 啊 这个这一局等于又是 在这个接发球当中 直接丢掉了 嗯 那这样的话11比9 山坤再胜第二局 现在 局分方面2比0 领先奥晓洛夫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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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不含著 我愛國王們 我的為國王隊加油 華中盛 大栽桑 去 Kesley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赛事 目前在局分方面已经是0比2落后的奥切洛夫 看看在第三局会不会能够有状态的回涌 对了他现在他第三局确实是从他第一分的接发球真的做了一些改变 现在马上用正手去接发球而且批了一个长的这就是一个变化 够好的 但是如果他就是在这个接发球这个环节 他如果是完全把这个放开手脚去就是说呢 要大胆的去变化以外的就是说呢 他这个环节一打通了以后呢 他就基本上整个人的信心就自然会恢复出来 又是形成了像对拉的一个局面 然后在洛夫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他的这个身高必长啊 对于这个角度的一个覆盖 几乎脚步不需要移动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覆盖出了 照顾范围非常大 你看他就是说从第一分的接发球开始 一有个变化以外 他整个人就打活了 就整个人就是说基本上的信心 他就基本恢复过来 没错 包括他的大人这种对抗啊 他就完全把他的东西可以给拿出来 对 这样的话第三局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 对于奥乔洛夫是4比0领先 接下来我们看到又是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 那么应该说是不是接下来的比赛 可能关键的一点就在奥乔洛夫的这个接发球 对对对 能否处理的好 对 确实是他对整个接发球这个环节 对他来说这一场球确实很关键 你看这连续吃了两个发球 对 虽然是有个好的开局 但是接下来这两个发 接下来吃完发球 到现在基本上进入中局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把握住 对 对 4比3 其实他用反手发上坤的反手位这个发球 其实还是挺大的作用 效果是不错 对 就算上坤拧拧这个球确实是也是很被动 但是他这一球是想偷袭一下对方的正手 但上坤这个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 直接接发球抢拉一板 对 直接得分了 4比4 那比较遗憾了 奥切洛夫这一局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但是呢这么快 双方又回到了评分 还是接发球 连吃了三个接发球 这边奥切洛夫自己赶紧叫了一个暂停了 因为这一局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特别是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面 急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对 因为他如果在这个接发球这个环节的话呢 还是 就开局的时候 他采取了一个批偿的一个战术以后呢 他接下来 连接吃了这三个发球以外呢 他基本上都 都是跑去拧 或者是用反手戳 这个球没用 他还是要去坚决的 该戳长的还是要去戳长 戳长以后呢 他必须要顶过上空的第一板的进攻 挨过第一板以后呢 形成开他的这个 优势以后呢 他就 他才会好打 是 如果在这个 前三板这个环节 他没有形成开这种 他的这个套路的话呢 他的这个打法 他的这个风格上面的话呢 他肯定会越打越困难 回到比赛当中 上坤是连得了五分 将比分反超 看接下来关键的一个发球 擦网 擦网重发 对了 他现在还是想去用正手去接发球 是 但是正手对他来说 接发球 他可能会感觉有点陌生 因为毕竟他还是信赖 他的反手接发球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反手拧的这一板质量很差 对 等于是直接给到上坤 一个进攻的机会 这样的话 上坤现在是连得了六分了 那下路接下来的这两个发球 就至关重要 对了 他其实他发这个位置 其实上坤对他 就算上坤拧过去的球 质量也并不高 对 因为他发的比较低 上坤不好拧 拧过去的球质量也不高 对 这就是他的范围 其实打到现在 他自己 就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清醒 对 有点找到一个路子了 对 对 就算你偶尔给上坤拧到一份质量很高 或者质量很突出的 或者直接得分的这种球 没关系 有时候就该给 但是说你找到这对方的一个漏洞 弱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必须要坚决的去盯住这个弱点去打 现在双方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发球 这两个发球分上面都是要力保 对 因为两个人的接对方的发球都不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怎么样 又是吃了一个 其实是他卑鄙要过来拧 他就算就是说呢 他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是过以信赖他的反手这个接发球 而且感觉上坤是不是也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发球 就专门找他 对对对 哇 我上坤这球接回去了 但是我们看到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呢 奥陈洛夫的优势还是明显 对 你只要过了三把以后 优势就是在他那边 基本上今天的比赛 在超过三板的球 全部都是奥陈洛夫得分了 对 但是我们看到上坤 只要他那个发球发好了 基本上发球得分的都是上坤 哎呀很可惜 这分球没把握 对 这是奥陈洛夫很好的机会 对了 其实这球你就给就给上坤拧 他发着拧着 这球你看直接 他还是可以直接去进行进攻 其实上坤拧过来这球 确实质量一般 但是他自己没把握住 这就很可惜 很遗憾了 这样的话10比7 战坤已经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确实就是有两分球 这个转折 转折球或者一些把握球 你自己把握不住 他整个人确实是感觉 心态确实是变化很大 对 整个人就不探定 这样的话 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上海竞赛时的上坤 是3比0 战胜了广东全境的奥陈洛夫 也帮助上海队呢 先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 双方的第二场的单打 那么 上海队的 这个也是现在的头号啊 许馨将会面对广东队的刘吉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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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稍后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场单打的比赛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呢 现在也是这个上海队的头号的单打选手许新 那么他将会面对的是广东队的小将刘吉康 这是奥查洛夫没来之前刘吉康是担当着这个单打主力的位置 是 今天对他来说压力也很大 面对许新 其实两个人的年龄呢 这个相差不大 一个90年 一个91年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体的实力或者说 职业生涯目前的一个战绩方面 那许新自然是要更胜一筹 也是现在这个国家队主力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就要接上班的 就等黄历青 马林退役完以后呢 是 基本上现在就是张继科 马龙 对 许新 就到许新了 就是说呢 基本上整个队伍的衔接 现在包括这个国家队衔接也都非常顺利 很紧密啊 对 不会出现说这些断档啊 断层的这种局面 包括现在 毕竟我们中国冰箱球呢 确实是在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确实是摸索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 对 包括这些人才队伍的这种建设 整个体队的建设是结合的非常紧密 严丝合缝 好了 现在双方的首局比赛开始 在屏幕下方 这是广东队的刘继康 我们看到这两位球员 刘继康呢 是这个右手的横板 而许新呢 我们知道是左手直板 许新现在也是算得上是世界顶尖的这个直板选手啊 对 除了马林以后就 基本上就到他了 对 还有王浩 毕竟许新的打法风格呢 结合了就结合了马林跟王浩的特点 没错 两个人都有 柔和在一块 对对对对 王浩他反手 这个直板横拉 他也他也行 对 你现在有马林的这种细活 他也有 对 马林这个台内的小球的一个快 还有这个多变 我们看到许新其实也有 而且许新好像在此基础上 他的这个力量和速度 现在更加的接近这个欧洲球员 这种这种风格 对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可能说极大成者有点有点太太说的太夸张一点 但确实是集合了前面很多这个纸板选手的一些技术特点 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打法 对 确实是很难得 因为毕竟包括现在我们在省一级或者在基层这一级培养纸板 这个层面的话的确实是 现在包括在基层 包括家长和基层教练 都好对这种纸板的培养确实是会越来越少 因为毕竟这个纸板的难度确实是挺大的 要求的比较高 包括力量速度跟他的步伐灵活性等等都要结合一身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头脑 就是球伤要非常高 对了 对球的这种理解的能力特别特别的高 你为什么你不像横板 横板呢 他毕竟有时候呢 确实是靠一些能力去扛也可以 是 也毕竟两边的这种都可以去进攻 这球非常漂亮 刘继康是占据了攻势的主动 那么刚才许新是反拉了一板 但是刘继康并没有这个减弱自己回球的质量 确实是最近这包括从赛季开始到现在 确实刘继康表整体的表现确实不错 整个状态啊 包括他的这种赢球的这种胜利啊 确实 因为他也是毕竟也是第一年参加这个 这个联赛对一个这个小将呢 他第一年能而且还是担当的是单打的角色 阻力阻力这个角色确实是很难得 关键难就难在这个球队获胜的一个重任往往压在他身上 所以这就不仅仅是说一个技术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心态 对 要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 毕竟的话呢 你单打你这个第一号单打主力 你不赢球的话呢 对整个队伍的这个气势 确实是 就感觉压力会很大的 是 就是说你如果是第一单打主力能赢球 经常赢球 这整个队的气势马上就会起来 没错 包括你这个成绩啊 包括这个整个队伍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很顺利 那么同时呢 像刘继康他可能就是在比赛当中 往往要面对对方这个头号的球星 对 往往是国家队的这个一线的主力啊 甚至包括这个年龄跟他相仿 这是比他还小的 但是也已经在世界大赛当中 崭露头角的这些球员 对 本身也是对他来说 应该也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记忆 很好看到第一局这个打的有声有色 确实是在 西平 对 包括在开局到现在 基本上 很少出现很大的一种失误吧 就是说基本上对场上的节奏啊 这种自己的 自己的发球啊 等等切发球啊 都基本上都做得好 都挺好 就是看到打到现在这个局面的时候 差不多要进入这个关键球的时候 就看着这个把握 是 关键的几分 就是参往重发 对了 如果是要盯得住 盯得住的话 你像在许新街发球 如果是出台 他基本能盯得住的话呢 确实是就能够把握得住 确实是 许新这个能力确实是超强 这种球他能够 就是说能反拉 就这么高指南的球 是的 关键的两分 我们看这个就是到第一局比赛 最关键的一个情况下 之前双方这个分数 一直就是咬在一起 但是我们看关键分 许新连得两分 这就是水平的体现 一个还有就是说呢 这种能力 确实看起来 还是许新稍微强一点 包括整个质量 包括这个 把握 机会的这种能力 确实是 这种比赛 控制能力 确实还是 许新比较强一点 因为毕竟他的这个 大赛经验 确实是很丰富 哇 漂亮 这反拉的质量太高了 对 那么首局比赛 11比8 许新是先胜了第一局 闪光灯 谢谢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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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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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